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博伟,芒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一下这个 这个好声音,因为我不是很喜欢用中国好声音 不过算了,因为它全名叫中国好声音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包括我自己 都觉得他用中国这个字 是难听说的,就是有欲国家的 影衰了,影衰中国 没错 当然这个天后Coco已经离开了我们九个月 原来这个好声音的团队 就是这个内地媒体也用得挺好 空狠出手反告李文公司 原来因为他生前 疑似就遭到这个好声音节目组的迫白 或者叫欺负 有视频流出来的 是的 应该是音频 视频也有 视频也有 OK,流出痛哭的这个音频 视频怎样都好,其实就是 一些资料 令到全球的粉丝 是愤怒不已 当然不堪内幕 一一全部都是曝光出来的 当时 李文所属的 华纳音乐 北京 公开发文 表示有责任 不为余力地为艺人争取权益 维护艺人的声援 但是 他们这么说之下 好声音就说 为什么这么说 原来好声音的制作团队就提告 预计这宗官司将会是9号在上海开庭 火速 都是上了微博的热手 我们经常说 一搞到告 因为整个 的态势 其实就不在好声音节目组那边 得势那方很明显就不是好声音节目组 我们经常说 你告人 好像之前 黑人陈建舟说 告这个戴雅 就算你赢了官司 你也输了名誉 输了名誉 因为 不好看 不好看 李文抗议好声音 赛制不公 还有 是疑似而遭到制作单位的 叫做欺举 你说得对 原来有视频有音频都有 就在他过世之下流出 原来这个好声音说 流出 为什么 为什么流出 是不是被事实的真相永远埋藏 圈中好友好像印尼 韩红 金星等等 都是接棒发声 他的经纪人公司 华立音乐 北京 当时也发表声明 我们不单有责任不为余力 为艺人争取权益 维护艺人的声乐 也有二部保护他的私隐 尊重他的选择 我们将持续关注 调查情况 和全力配合 其实就在 中国官方 下令调查之后 2023年 这个中国好声音 这一季 也是自从去年 停播到现在 还没复播 当然 这个华立音乐 北京当时力挺 李文 想不到 惹起了好声音 就很生气 这个也听不到 竟然还可以 反告华立 是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 是否连死人都不放过 当然 这不关 公司事 我觉得 怎样都有分尊重 因为这家公司 也是代表李文 是吧 当然 亦都令到当时 这些粉丝很不忍 心痛 不过 原来也有人发现 华立音乐 北京遭到上海 撑声文化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提告 这家公司就是好声音的制作团队 提告原因是合约9分 多数的 内地的粉丝 深感不满 也都说 这家死人公司 真是 面皮厚到 都不知有几尺 也有人说 是不是不怕有报应 但是也有人说 就说这个华立 是违反了保密条款 好声音才提告 这件事真的值得 等他之后的结果出来 因为保密条款 OK 但是 如果涉及到人命 需不需要这样 是吧 算不算涉及人命 有得拗 是的 所以我觉得都要等法院去判 但是 无论怎样都好 就算他赢了一场官司 我觉得 官感仍是差的 官感仍是差 他们可能 之前的 观众 尤其是李文的粉丝 说过 你如果新一季 够胆在风头火势 够胆推出来 全力抵制 全力抵制 其实 我觉得不只李文的粉丝 应该有很多内地的观众 全球的观众 全球观众 都是抵制 当然 他们也说 将会在上海第一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我们目前只看到民事案件 只看到民事案件 只是民事 案件内容也没有公开 但我觉得也是舌张的蠢 真心说 我经常都觉得 你赢了一场官司 但你可能输了 整个声誉 可能赢了一场官司 赢了声誉 不一定 什么呀 有时候输了 都可能赢了声誉 你说 我感觉到现在 其实这件事 对大家来说 是告一段落了 都过了九个月 你现在 告他这个还纳 是否想拿美赛 想怎么 相当不好看 相当难看 相当难看 他到时赢了官司 都说我们清白 我就当你是清白 但是 你已经失了很多民心 你觉得 再有人 再有广告商会拜你吗 这个真的很蠢 我经常都说 有些东西你要忍 就好像之前 黑人不告大牙 就算大牙输了 黑人也会输 什么输呢 这个明星输了 明星输了 其实中国好声音 曾经在中国收视 第一的综艺节目 但是去年 是爆了这个 录影期间 因为欺负李文 也有人说他们收钱 资本控制等等争议 其实在上面 这个中央就很恨资本 这样控制的东西 一定会整治 当然在法律下 整治 原来这个撑声文化 同年九月 也是 透过律师发表声明 就说澄清学员 转身 费是50万 或者是 学员3000万 购买冠军 还有境外 资本控制好声音 或者好声音 导师退出 还有 赔偿赞助商 7亿 这些全部都是假的 所以就是要民事诉讼 这么说 当然 你继续告 我觉得 公道自在人心 公道自在人心 九个月 真是想不到 Coco 都离开了 我们九个月 那时候 中国好声音 就是这样 要告人 不过 另外一件事 就令到 李文的家人 就好像 算是 几开心 就是 中年好声音 不是中国好声音 原来 这个李文 二家姐 李思琳 也都带她的妈 是去了一个 是 派对 因为 大家知道 打入了中年好声音 26强的这个Sam 刘志伟 近年来就 以独立音乐人身份 追寻音乐牧场 继前年 推出 一首包办的 广东歌之后 今年初再次有新的 反应不早 适逢她也是生日 原来 就在湾仔举行party 和粉丝慶祝 原来现场嘉宾 有没有梅启明 好像没有 就有这个肥妈 大家知道肥妈平位 卫尔山 还有是 著名的歌唱老师 Kristine Samson 还有就是 娱乐台的 这个 賴燕瑜 等等等等 和一班 他有好声音 中年好声音 中年好声音的老友 包括罗启豪 丁志恒 丁文俊 当然 原来 也是有 原来 Coco的 二家姐 和 这位受声制 都挺好朋友的 当年他就是 和Coco 二家姐 李思琳 是 好朋友 今次 都看到 Coco的妈 有去 都是一件好事 起码 开心一点 不单 自己去 还带86岁的 Coco的妈 他还有一齐 上去 jam 歌 台下的 李妈妈 李妈妈就像小粉丝 举牌 支持 十分投入 李思琳也说 原来 李妈妈 很喜欢听 Sam的歌 之前叫Sam唱一首 当然 亦获了大班 朋友和粉丝的道贺 肥妈也有去的 为什么不是梅启明 应该同一届 这也不要紧 同一届 他好像没有入位 应该大家交集 没什么 没什么 梅启明 是的 很早 肥妈也挺老实的 不评论那么多 这个好事 不评论那么多 不评论那么多 那说回Coco 当然了 Coco 美籍 华人的动感天下 超级巨星 亦都被称为华人之光 他爸爸 其实就是印尼华侨 他妈 就是武汉人 所以他在武汉 举行演唱会 就说回家乡 年幼时就在香港度过 九岁之后 就移民了去加州三藩市 九三年就回到香港 参加的 TVB和华星唱片举行 第十二届新秀 其实新秀都真的培育了很多 很厉害的人 获得三强之后 就签入华星唱片和现代 现代派唱片公司 其实他 最早是由 台湾红花果海 1994年的时候 他就在台湾 发行首张中文个人 唱片 就是《爱就要趁现在》 就出到了 Coco 亦都是首位 进军美国歌坛 并且在全球发行英文唱片 首位登上 第73届 奥斯加金像奖颁奖典礼献唱 并且首位 在NBA 蓝球赛当中 是演唱美国歌 和首位 是获邀在洛杉矶 这个 是华德的斯尼 音乐厅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华人 其实有很多首位 当时他出名就是 地达地 地达地 这个 还有以前 你好我好大家好 其实就是 我最记得就是Coco Coco有份做这个广告 我那个年代就是Coco有份做这个广告 当然16年他就参加 《我是歌手》第四季 并且获得冠军 二年就是 好声音的导师 23年7月2号 好不幸地 就是Coco 在他自己的家里的浴室 被法院失去了知觉 送到医院之后 就已经是救不回 享年48岁 令人相当远色 一个华人 乐谈天后 天后 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记得好 感谢观看 不幸地 我们在跟你们 要